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 香港交易所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敲锣仪式庆祝节日 当天 港交所新任行政总裁陈奕婷在致辞中提到 很荣幸能以香港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的身份 发表首次公开演讲 阐述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 Since we announced the change in 2022, the proportion of listed issuers in Hong Kong with single gender boards has already decreased by 11%. In just two years, this represents hundreds of new female director positions on our markets and we expect this rate of progress to only accelerate. Today, what I'd most like to highlight about this is that Hong Kong is the first place in this world whose exchange is implementing such a measure. I believ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all can be very very proud of. 出席一事后,陈奕婷对记者表示 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不希望因为性别的原因被扣分或者加分 她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榜样 令年轻一辈的女性在刚刚投入职场时多一个参考 我在被问及是否看好香港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时,陈奕婷表示 自己留意到网络上有一种所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论调 对此,她认为这种看法非常片面 如果说只因为一个短期股市可能相对有挑战 就断然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稳了 这个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这个是非常片面的一个说法 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们是有很强有力的核心的一些优势的 比方你看我们的整个金融系统那个基础建设 我们的法制的那个完善 我们的税制很简单 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基金跟信息是自由可以进出的 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取代的 更何况我们有国家那么强大的发展的潜力 在那个作为我们的后盾 那么我希望我现在可以作为一个港交所的CEO 可以继续带领我的团队 继续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努力 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